各位好玩 各位同心大家好 好 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可能這麼多人不認識我 我是現在的高雄酒的酒店 我的名字叫做王寶毅 今天我還沒說這個題目以前 我先來稍微介紹我一個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我在美國託的時候是 企業管理 回到台灣我做的也是企業管理 連鎖店這方面 尤其是飯店的管理 還有商店的管理 所以我今天說的題目 就是管理的部分比較有關係 所以我今天說的就是 我們要怎麼提高我們的 政敵受用 和這個 我們領土人材要怎麼來培用 因為 大家今天來想這個科隆材 我們台灣民政府要起來了 我們需要的人材也很多 雖然說 要訓練四千名 其實是不夠 但是這個四千名是一坡 所以大家是很幸運 可以來參加這個四千名 但是大家有覺得說 因為解釋江蘇都說過 我們台灣的政治 從早期到現在 大家都在批評 都不好 所以才能夠論到今天 台灣民政府可以起來 這個政治界的不好 是人的問題 像 在想到以前的時候 有這個人類的時候 將來就沒有說過 政治這兩年了 那時候也不知道政治是什麼 是因為 人越來越多 你有一個社會 社會之後還有國家 國家還併了很多國家 我們併了全世界 所以國家和國家之間 它就參選一個問題 所以才會有這個國際法 建政法 會參選 但是 在一個國家裡面 它這個政治是什麼人來做呢 政治這兩年就是說 來管理眾人的事情 但是是什麼人要來管 以現在的政治來說 都差不多政客 為什麼我們可以說是政客呢 因為你看現在的政治 它的結果就是說 人民很辛苦 經濟很壞 社會很壞 但是做大館 很有錢 他們的生活很好 就是說 它不是為人民的這個色彩 來抵立這個國家 所以它的政治 就打拼了 像一個背影 所以 我們今天 我們要知道 尤其是在台灣 這 將近四百年來 我們都沒有自己通知 都是外面的人來 如果不是西班牙 葡萄牙 荷蘭人 日本人 中國人 一大堆人來 但是 也不說 讓我們 本土台灣人 自己來做主廊 所以我們今天 要討論這個政治 以前 大家要了解 政治的 作用是很重要的 你看一些 成近的國家 像美國 歐洲 很多國家 還是日本 雖然說 他們現在 也面臨 經濟一次 但是 你去他的國家 看 他也是 很經濟 不說很亂 你看 日本 他旁邊還 經濟蕭條 經濟大恐慌 但是 你看他的社會 不亂 尤其 你讓心 深入民間 你去看 一個家庭 裡面 最簡單的 就是 你看他的便所 他的便所 就是很清晰 外面公共場所 你也是去看他的便所 很清晰 甚至 你還 更小的餐廳 更小的餐廳 他的便所 也是很清晰 但是 你如果回到台灣 看我們台灣 別說 小的地方 放點 或是 基調 或是 車頭 你看他的便所 他就是 雖然說 有旁邊外面 比較經濟一點點 但是 也是 差距 分差很多 所以你就知道 一個國家的人民 在做事情 他有那個 受用嗎 很重要 這個受用是什麼 就是我們本身 來心 要有一個 獨特官 你的獨特官 你的獨特官 決定說 你要怎麼看這個 事情的 價值觀 有的人 有的人 就是 我 很會賺錢 我賺很多錢 房子 住得很好 蓋很多房子 但是 他 的人 在做事情 他沒有 大家在 他怎麼說呢 他是 用錢 在買人 比如說 我就請很多人工 大家 來上班 但是他是用錢 他不是用這個 人的心 因為人的心 有兩種 我們的心 本來 是有 生的一面 也有 惡的一面 只是說你在用的時候 你是要用對一面 我們政治也一樣 很多 在選起的時候 他們在外面 在說這個政見 都說得很好 政見也很大 剩下了 堂堂 很多 很多 像一個專家 這樣 但是你選了 時 當他去做 時 沒到一條做 會成功 為什麼他當初 可以剩到這麼好呢 這就是說 我感覺 在台灣 這個 社會 跟這個民主 他 這個土地 跟這個人 已經產生 內心 一個 他的狀況 就是 很會說 很會想 但是 不一定做得到 這個個性 就是 這樣產生的 但是本來我們台灣人 不是這樣 就是因為 做外來 通知 那種個性 會搶進去 嘛 搶進去 你就影響一台 一台又一台 所以我們現在 台灣人的心 跟以前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今天 要跟大家說 我們要改變 台灣的 這個政治 我們的心 很重要 就是說 今天 你來參加 這個台灣民政府 你是用什麼心來 如果 你如果 說 我是要來 找到一個 官堂做 沒有 這樣 你會很失望 他怎麼說 你現在 因為你的條件 很好 但是後面來 可能條件 又有更好的 又越來越好 那你會覺得 我 我讓人淘汰了 所以 因為我不要用 那個心 你如果 來台灣民政府 你就要一個心 我們就是說 我可以為台灣民政府 做什麼 你會發覺 說 你在這裡 你會找到 你的為敵 這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這個 土地關 我覺得 是 你的心中的一把尺 有人會說 什麼是土地 最簡單的 就是說 你不要做 上天海裡的事情 不要違背 你自己良心的事情 這是比較簡單的 有的人 他也不知道 啊 到底天理是啥 情理是啥 這個 跟他講 怎麼講 看個人 有的人 他要做這麼多 他會覺得說 我跟人淘汰一個東西 也沒算什麼 有的人的標準 是這樣想的 但是有的人 他的標準是怎樣 這是別人的東西 他沒有經過別人的東西 他也不敢給他 就是這個東西 放在這裡 也都不會碰他 那就是說 這個人的心比較好 他覺得說 去拿別人的東西 就是不對的 所以你如果 要知道你的良心 在哪裡 你就是 好的事情做得比較多 你那個 內心的心理 他會真的是 真的 不然你看的事情 就是 用利益 利益去分 譬如說 今天 我來上這個課 我可以賺到什麼 你 你就會這樣想 你會覺得說 沒有什麼 還要花6千塊 你就不會來上 所以這是 你完全 你內心的 一個價值觀 去衡量 所以 如果 台灣 要讓他成為 一個 很好的國家 像秘書長說 我們以後 我們希望 可以勝負 瑞士 對不對 我們是要怕 經濟農業 但是 這是要好人去做的 這不是說 我們在這裡發 你改靠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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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產品 你就有辦法做的 因為 這是人在操作的 你的能力更好 你的才華更好 你不一定做得更好 因為怎麼說呢 人心會變 不然 像說 那時候 張蓋石來的時候 他好不容易 有一個地方可以帶來 給他灌 當然 他會覺得說 好 我要好好來做 但是人家剛才有利用 就不一樣 他那個心就是變 所以 但水米當時 他要開始的時候 他也是說 他都為了台灣人 好 但是 但是當你做那個 最大的時候 那些生活 又不一樣 所以 改科學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 政體界裡面 我們就是沒有政治家 我們都是政客 所以今天 我是希望大家 可以尋找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今天 參加台灣民政府 要如何 有這個很好的政治素養 這個政治素養 想改生要由你自己開始 不是說改高深的學問 你不用去學 何謂政治 你就是 簡單就是說 你有辦法幫你自己做好嗎 我這個人 我 十一住心 我的工作 我的家庭 我有辦法做好嗎 這是最重要 如果你都符合這個條件 你就是有這個素養 你要進入這個政體的時候 很簡單 其實政體很簡單 他是因為 那麼多人 擺不平 對不對 他就衝一個手段 來看要怎麼管理 這叫做政體嘛 政體 他不要說話 他是人去處理的 所以這個人很重要 如果你這個人 是一個 德性很好的人 我相信 你處理出來是不一樣 如果你若是 你賺錢 你的利益很厲害 你處理的結果也是不一樣 像 那個 新加坡 李光耀先生 他新加坡比我們台灣更少 但是他有辦法說 把新加坡用得那麼好 這就是說 他有那個心奉獻 為什麼說 你若若好的國家 或是 經濟不好的時候 社會不好的時候 宗教一定會出來 宗教一定會新盛 因為他就是要治療 我們人的心嘛 你若說 社會很好 很富裕的 很繁榮 賺很多錢的時候 那就要很注意 因為大家像我 鄉修都很好嘛 所以他就會賣基金 壞事就做出來了 所以 秘書長也有說 將來 如果台灣民政府起來了 大家很有錢 可能 大家就沒想要做工作了 這都要記得 所以 當你若 改好的時候 你都要注意 當你若改壞的時候 你就看是要怎麼起來 這 需要克 來心的提升 那政地 如果有給這樣的人來處理 就是很好 他絕對是一個政地家 所以政客到政地家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千萬就不要有政客 這是 因為台灣已經走 六十幾年來 都是政客嘛 所以我們就要修身 但是政地家 他不一定就是說 你要學政地的 還是你很厲害 我感覺就是說 你若人對 來學 比較快 你若人不對 來學 是會歪掉 所以這個政地的作用 是完全看 我們人的心 這有幾種方法 你可以去做 就是說 你要多策略 很多事情 好的、壞的 你都去看 你若看到壞的 你會覺得說 好 我不想像這樣 你若看到好的 你會去惡 這就是 無形中你的心的改變 雖然說 有些宗教家 他會用宗教來 來影響人的心 這也很好 但是你若 沒有宗教信用的人 你也是自己 可以改變 你會可以利用大自然 大自然的條件 給你的 像現在 妹體很多 好的肉都有 但是你 要怎麼知道 他是好的 這就是要 靠你 策略很多 策略很多 就有法度分辨 就像說 現在報紙 卡出來 你要怎麼看 他是真的 假的 這就是你的 經驗 你可以靠你的經驗 跟你的地匯 所以 就是說 你做 令和一件事 政治素養 是因為 我們現在是 台灣民政府 我們來講這個 但是其他的事 說起來就是 你人要對 你人要對 你不用怕 這個事情 你不會做 所以這個 都得到很重要 你像我們這 我們去年 年底去日本 參加 那個 日本天空的生日 還進去 靖國神社 那幾天 我 很大的 印象就是說 我們 第一天 到第二天 進去 靖國神社的時候 他們 都是參加 第二次世界大前 沒有死的 流下來 現在差不多都八九十肺了 還有一個九十八肺 他們在那裡 台方都在 靖國神社 在做 肺炎 我們去的時候 他們有開一個 記者照來肺 我們說話 他們說 我改正在這個公開場合 可以看到說 你整個地方 差不多一兩百的人 大家 都 都會靠 還會被悲傷 說的人 也會感動 聽的人也會感動 就是說 那種感覺就是說 心靈的 會說話 他不是在說 政客的話 雖然我們去到 他是 台灣跟日本 兩個國家 在說話 但是我覺得 那是出自內心的話 所以 說的人 會流眼睛 多人 聽的人會流眼睛 這是很難得的 尤其是 日本人 他又跟我們說 怎樣 他說 如果要看到 日本精神 可能要去台灣看 因為我們那邊去 差不多百多的人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會的人 都比較單純 我們就有什麼話 就說什麼話 他會覺得說 奇怪 過去 基本精神 會在台灣人的心中看到 他們現在基本 已經沒有這樣 尤其是那些年輕人 你已經沒辦法看到 基本精神 但是就是說 議安在這年會來看 大概都還有 所以 那邊去 四五天 他們都很感動 所以第二邊的搖簽 日本人來 我們這裡開會 我們已經搖簽兩邊 他們 每邊來也都很感動 而且還有派這個 他們想要跟我們做生理 有派的人來 我覺得 他們 自從 接觸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之後 他們對我們台灣的觀感 改變很多 他們以前 沒有了解台灣 甚至他們也 不知道說 台灣到底是怎樣 因為是 他們了解 日本比較多 他們了解 他們比較少 但是這邊去 基本上 我覺得說 他們很想要來台灣 就是覺得說 台灣才會 還有 他們以前的精神 在 他們覺得很壓抑 到底你們台灣 是用什麼方法 可以再把 以前的感覚 留下來 這可能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台灣的家庭 我們的父母 以前是有受過的 基本教養嘛 所以 他會跟我們的 下一代說 怎樣 怎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受到 那一點的感染 所以我們就有 比較有那種精神 所以 日本人 我們 秘書長是說 我們現在是日暑美戰 所以我們現在跟 日本人的關係 很密切 我們也有去沃淚 沃淚 沃淚 他的感覺 跟我們台灣 比日本更成 他很成為我們台灣人 結果 研究起來 他的法源 是為我們台灣才去的 所以 他那裡也有原住民 他原住民 跳舞唱歌都一樣 他聽我們原住民的話 也聽到 因為日本 沃淚 沃淚現在已經回歸日本政府 所以 他的 建設 做法 都跟日本一樣 但是 他那時候 早期 沃淚也 不好 比我們台灣比較不好 但是 他經過回歸日本之後 他開始改變 整個政治界 商界 什麼 一直改變 但是裡面 有很多台商 但是他的改變 就是說 我看到一點就是說 日本人 他在做事情 很精細的 譬如說 我今天 要開一間公司 他不會說 好 這樣我有一千萬 趕快把投資下去 他們不會 他一定事先做規劃 我要多少投資 我要多少錢 我要找多少人 評估之後 還有 派人出國去考察 這些事情 可以做嗎 然後 考察三、四、九月之後 可能這個公司要開 可能要六、九月一年後 所以 當然 如果 決定要開 他就是 很快 那系統很快 就做了 但是 這是 他的民主性 然後 再來 他能讓人用 他不會說 我今天 我名字要跟你記名 我今天跟你說 名字就去跟你記 這是 比較不可能的 都事先安排 這就是 他的民主性 什麼事情 就是條條理理 手法 這樣一條一條 他不要亂 因為你 你不亂 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當你人很多 事情很多 的時候 你不會亂 但是 我們台灣人 不是 我們台灣人是 比較囂方便 譬如說 我們去郵局 有的人 就不要排隊 總去就去 但是 你如果 那麼多人的時候 你都總做會 你負責電腦萬 所以一定 就要排隊 嘛 這是我們的個性 我們台灣才的個性 就是 比較隨意就對了 什麼事情 就是說 他比較不會 俗科太多 他就是說 好 看人家這個行李 可以做 說好好做 多少錢 刀豬就要做了 好壞 通常是失敗 比較多 所以 我請請在台灣 聽到人家說 道主都失敗了 但是 為什麼說 在美國 後面有一些 大企業 大企業 大企業的公司 他們的 越大企業的公司 越成功 為什麼 那就是一定要 企劃嘛 一定要 價位嘛 不是說 你看人 這樣做 可以賺錢的 這樣就要做了 所以我們台灣 他要走出一條 很好的路來 通知這個國家 這個很重要的 系統化 官吏 這很重要的 這是你 做一個 政治人 要改善的 要改善的 條件 但是大家 現在不行 沒關係 因為這是可以學的 只要你的個性 是符合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我們 現在是怎麼要訓練 四千名 這就是我們要訓練 我們的領導人才 你 你要做一個領導人才 你會說 我學歷也不好 我也不是學這個 要怎麼做 其實領導人才 跟你的學歷 不是百分之百的成正比 不是這樣 你看王詠慶那不是小學畢業 張榮發 學歷也不太高 但是他們都生意做得太高 所以學歷是參考 但是你要怎麼做一個領導人才 第一 你的心胸一定要跟他看 譬如說有的人 譬如說有一個人 要來跟他講生理 要講道主 結果他看到這個人 就一直想起 你要怎麼說下去 不管這個是好還是不好 你如果想想起 你就沒辦法說了 你就一定戰敗 所以就是說 你是一個領導人才 不管你的對手是好還是不好 你就是不能表現出來 你以為你的內心 也不能真正說 把那個歪放下去 你要把他當作沒有 就是說 他如果真正不好 你也是要把他當作沒有 這樣你比較有辦法 你的頭腦比較有辦法說下去了 因為我們人 就是靠你的智慧在做事情 你的智慧 如果先放一個東西說 這很壞 你就沒有那個 那個潛能 你不能開發出來 所以你的心胸一定要改看 好到壞都沒關係 這樣你心就不會太鬱了 第二點就是說 你齁 要改有這個果斷力 你不要拿著一項東西 除刻半天 你都沒辦法決定 我想想整部 到底是賣到不賣 沒辦法 這就不行 因為領導人才 這個領導者 一定要在短短的時間來 決定這個事情要做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說 你沒有這個魄力 你要怎麼費用呢 你就是要 牽牽去處理事情 做到的事情 你一定要去處理 你不要怕 你處理處理之後 有一天 你這個果斷力 也是會出來 第三點就是說 你的責任感 你決定的事情 不管好到壞 你要承擔一切 如果這個事情 如果失敗 你不能怪罪別人 你不能說 都是你啦 都是你給我影響的 絕對是不行 你就要思考說 到底我是舒服裡隊 我為什麼才會做這個決定 你要問你自己 然後你要承擔一切責任 就對了 因為你有這個承擔力 把人比較對立 你講話 人才會給你信任 不然人會說 你都親差公公的 發生事情都怪把人 什麼人要對立 就沒有人要對立了 所以這個責任感很重 就像說 你一間公司的 老闆跟員工 員工 他如果不愛做 也可以拍拍屁股的走路 你老闆這樣不行 你老闆不敢 他的時候 就是關起來了 所以 老闆是不能輕易說 他不愛做 所以他就要承擔一切責任 所以這個責任感是很重要的 再來 你要策略很廣 譬如說 你要做一個領導者 你不是專家 國防 外交 財務 交通 水利 教育 林務 農業 你不可能每一項農物 但是 你要知道 你要有用人 譬如說農業我要找什麼 我水利要找什麼 我教育我要找什麼 這就是領導者要做的 不是說叫你自己 親自去 去說 種菜要怎麼種 你不用 你等一下要去找專家 什麼人是專家去做這樣 這是領導者要做的 所以你策略要跟他講 你如果不講 你才會知道說 我要請的是他 所以你看 王永慶 你如果是張榮發他們的用人 他就是這樣 他要改靠用人 他不用自己去做 所以你就要衡量你自己的條件 你是要做對一種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條件 就是你的EQ要改靠 EQ就是你的情緒的控制 譬如說你現在這麼多事情來 你要怎麼處理 譬如說這個給你反映說 這個人名字要請教 那個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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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發生車好了 東西來很多事情 看你要怎麼做 這時候 你就要很冷靜 你的頭腦要跟他冷靜 來分析說 對一個是最重要的 第一件 第二件 第三件 就是分落 要處理 因為有的人 是會講求完美 像說 這都沒有做會處理不行 講求完美 他不一定會成功 就是怎樣 因為一個人沒辦法 同時說 十件事做會處理 所以他會卡在 卡在這個時間的觀念 像說 十件要做會處理 結果十件都沒起來 所以 追求完美 不是很好 我的感覺是怎樣 就是說 你不一定要求第一名 但是呢 完成最重要 所以你這個EQ 要關就是這樣 你如果說你在處理事情 你都是按部就班 你絕對不會想起 領導人才 他就是這個特質 他一定是這樣 一般的人 如果遇到事情 會脾氣很暴躁 然後會很想起 然後沒辦法處理事情 可能一走了之 這種絕對不會成功 你的人生在處理 他的事業上 可能會不會成功 因為 成功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成功 但是你要成功就可以 你就是符合這些條件 你就一定會成功 但是有的人的個性不是這樣 譬如說他很激躁 他脾氣很壞 是怎麼可以按耐住心 來處理這些事情 這就是 靠你的修用 你的修用 要有什麼方法可以修用 你一定要多看書 多看書 比較善知識來講話 譬如說 你知道他某一方面 他是很好的 你就去找這樣的人講話 找這樣 找這樣 你千萬人不要自己頭腦在那裡想 什麼事情都自己想 你是不好的 所以找到人 這是最重要的 再來 你看好到不好的事情 這都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因為好你要知道說 如果我怎麼唱這樣好 不是太好 如果不好 你會盡視說 我千萬人不要這樣壞 所以這都是一個很好的教材 所以我 我是有一個感覺 我們來這裡上課三天 為你第一天來 報道 吃飯 上課 睡 這樣三天下來 可能你有 一些事情 你有你的感受 對不對 不同的感受 但是我希望 你都 用這個好的方面去看 因為好的方面 他會讓你 想不到的一個潛能的開發 像以我來說 我一開始 我就是做生理 但是做生理 我也不是說 由他基層開始做 我一做就做老闆 但是 老闆是怎麼做 因為那時候我還很年輕 成為年輕 你會 你會 你會花很多錢 去學這個經驗 所以 你這個 做的工作 當中 你是要花錢 學經驗 還是說 你是要 先出這個經驗 才去做 這個人的選擇都可以 但是 一個專家 要怎麼做呢 就是說 一間 很簡單的事情 你重複去做 做到買了 你就是專家 平衡 這個論順 發理論順 你今天聽到 你不會說 沒關係 你每天聽 聽到有一天 你就是很厲害 你就是專家 因為 因為這個 政治法律 我以前 我也沒有策略 但是我 因為 開始接觸到現在 你每天看 每天聽 你就是這方面的專家 你會分析很多事情 所以 你不要以為 你這三天聽下來 改成不改版 其實 你要求自己 你也可以成為專家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 要成為一個 領導人才 看你自己 你不要小看你自己 你也不要以為 你的學歷不改版 這都不太重要 你如果看現在的社會 做老闆 看他的學歷有改版嗎 如果做老闆的 經理籍的 學歷都改版 但是也不是說 學歷管 就不能做老闆 也不是這樣 就是說 各有專精 你都不要放棄 你是對一種人 我感覺是要求自己 比較重要 像你今天要來上課這三天 是你自己要來上的 你不是為到別人來上的 這比較重要 你也不是說 我為到做官 比較來上的 所以你如果不是這樣 你在裡面 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做一個領導者 它要能屈能伸 你也可以站起來 你也可以愛哭下去 就像你失敗了 但是你也有辦法 又由他的腳這樣 背起來 你有這個精神 你做什麼事情都會成功 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是希望 我們的學員都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是這樣的人 我們未來政府 一定會好 因為你們都是對的人 對的人來處理這個 政治 他絕對是好的 比較不會有這個政客 產生嘛 你像以前 馬英九 陳水扁 蔣金國 他們 他們勢力上面都很大 但是今天才會無到 走到今天這種地步 國民黨也有錢 民進黨現在團體的力量 也旁邊比較大 但是他為什麼沒辦法 像我們這樣走下去 就是說 他們的人不對 他們的法律也都不對 所以 人不對 東西不對 就絕對怕不出來了 民政府 我們的東西如果對 人又對 這就絕對怕下去了 所以大家來想這三天的課 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 你上面是 你台灣在改變我們台灣的歷史 可以說 我們這台都對到了 這是 將來你的後一代 他會看到的 所以 每一個人做北部的 他當然也希望說 他的下一代很好的 所以 我們大家現在的努力 都是為了以後 所以我們台灣將來 如果更好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你的付出是 很有價值的 就像說 很多宗教 像基督教 耶穌 他就說神愛世人 每天結束的時候 就說 上帝祝福你 是怎麼 要這樣說呢 就是說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很渺小 他可能看到的就是 你自己跟祖祖 你而已 你看不到全世界 你也看不到街道 所以 上帝他是跟我們說 其實 無所不在 今天我不是說 在說這個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要把你的視野 放得比較大 不管對一種宗教 他是 給你一個精神寄託 給你太好的 但是運用也是在人 為什麼有的人 會說宗教迷信 因為他不好用 他不知道這個原理不好用 當然 宗教對來講是迷信 如果你要是會好用 他就不是迷信 所以我們不能怪說 對一個宗教不好 其實不是這樣 是我們人的問題 所以你 你像說 你那個 五千年前也好 很早也好 跟人類剛才起來 那時候也好 為什麼那樣單純 因為人家要做 東西要做 沒有什麼可以爭執 但是你如果人坐了 東西又坐 哇 那個人的心 那個價格的心就出來了 就開始想說 這是我的 下的那種心就是說 要把他規範成 那是他自己的 這 人越來越多 一定就是旁邊的 旁邊的 旁邊要怎麼整地 怎麼走出來 其實原來是沒有整地的 所以我們現在 台灣民政府有一個很好的理想 就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接種起來 我們絕對不必有以前這些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人民回合到很好的 那個時候 所以秘書長為什麼說 你們家如果沒有18歲 要送一棟房子 他就是不要讓我們人說 我們又為了生我 又要來做房子 不然自己一棟自己的房子 讓你可以住得好 再來你的孩子 我們為什麼 因為小小到大小 免費給你讀書 這就是重視教育 因為過去我們的教育 都失敗 所以我們民政府 如果起來之後 教育很重要 所以大家的書面是很大 所以為什麼今天要跟你們說 這個領導人才 因為我是希望大家 都是這方面的領導者 因為我們四千個裡面 你們都是在四千個裡面 包括你裡面 所以如果你是這方面 我希望你可以自己訓練自己 雖然說現在你剛才加育 不是說要叫你做什麼 但是你可以先訓練你自己 你是要做什麼 總有一天你就是會做那個 所以我今天要鼓勵大家就是 參加台灣民政府 應該是一次有福氣的事情 因為我過去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也不需要做生理 我也不需要插政筒 我是想說我如果大行 大行 這兩行都不可以做 結果我現在做生理 我也插這個 這人該怎麼說 你知道嗎 你說你剛不要做什麼 你就會去做那個 所以你不要排斥任何一種 你說這我不可以做 這我不會 其實是都不用 因為 所以 如果說這個事情讓你做到 你把它動作天意就好了 就說 這 這可能就是我愛做的 你就去做這樣 自然你這樣做 會 會 會容易成功 因為這是自然而然來的 不是說 你花很多功夫的 才能去做 如果這件事 你挫折很多 還要花很多的功夫 才能去做 這個事情 你 你要克服 如果說瞬間即來 像說順水推奏 這個事情下去做是對的 你可能可以下去做 因為這 這 我們人 沒辦法說 你什麼都要做對不對 這是沒辦法 都要這樣做 但是 你可以把握 在你辛苦比 收來的事情 這是你可以把握的 我們不要去捨盡求援 你堵到什麼 你就做什麼 所以 要培養一個項頭 才不是那麼容易 要很多年 所以你要由現在開始 你就要動作 你自己是一個領導者 你要怎麼做 譬如說 你現在剛才進去 你如果說你有介紹 5月10月 學員的時候 你算不是要教他怎麼做 你的領導 工作就來了 你是要怎麼把領導 你是自己要說給聽的 還是叫他來上課 還是叫他看錯 還是叫他看網路 什麼 這個要考慮 因為你比他早餓 所以你的這個條件 就要比較具備 你就是說 我幫網路看 找啊看 聯繫什麼 你會這樣 當然你不知道 有辦法帶人 你可以說下去 如果你如果說 我沒辦法說 也沒關係 你會這樣介紹 就是說你會這樣說出來 你在外面跟人說 就是說比較多薄的人說 也是一種領導 就是說 我跟你說這事情不錯 你來上課看看 了解 這也是一種領導 三米會 不是領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然後 你總總不要說 這種你就沒辦法領導 人 因為有的人會怕 我講這個 不知道怎麼 這樣你就沒辦法做領導 這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領導 你一定要說 這是基本條件 有的人要太久了 但是他是怎麼沒辦法 來領導 把人介紹 太多的人知道 就是他不敢說 不然就是 說出來 讓人打冷水 打久了 他就不敢說了 但是你要知道 你讓人打得越多冷水 你越要說 因為你 說當中 你才可以訓練 你到底是怎麼說 比較好 因為剛開始 一定說得不好 這是很正常的 你知道嗎 你就一直說 一直說 一直說 說了有一天 你的法家說 你很厲害 這樣 你才是一個中的 所以 你不用怕說 你給他骨鑽 因為你給他骨鑽 你也不會 你也不會掃一塊肉 所以就是說 你 在你的人生當中 你先讓人骨鑽 獨到越多挫折 你的成功會比較快 因為我不相信說 一個成功的人 都沒有挫折 絕對是不可能的 他的挫折一定都在頭前 如果說 你如果不敢去碰這個挫折 你的挫折都在後面 但你七八十歲 腳來挫折 那是更痛苦的 所以你寧願把你的挫折 放在頭前 你也不要動作說挫折 是什麼 因為挫折 是一種教育 也是一種訓練 你可以說 我挫折越多 可能我成功越快 這是基本的條件 這是基本的條件 所以做一個領土架 他必須忍受 這個毅力要很強 別人可能認為說 這很痛苦 但是他要因為這不痛苦 他比較有辦法做領土架 所以你們大家可以衡量自己 你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你就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台灣人 就是缺乏這個堅毅 堅毅度 就是很怕讓人吐槽 很怕讓人拒絕 都有這種特性 所以你不要怕 你一定要跟他講出來 平常你就是可以說 譬如說 我不會想什麼我也可以說 我會想什麼我自己 也是可以說 就是說你不要抱歉 你會好你就說 你不會好你也說 你不會好人會說給你聽 你會好你分享給別人 你算是我們幫助別人 你就是雙方面得利 你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的周遭的人事務 就是我們的教材 所以你說領土架北的訓練 去學校高級訓練 要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 那只不過是一種 但是你如果沒有你的基本特質 你去那份量也是不好 你一定要先具備基本特質 所以我今天強調的就是說 不是專業知識喔 是你的基本特質 因為你的專業知識 但是你的這個特質 是需要課時間啦 人家像說我講一個大術原理 如果一間公司 是一張桌子 很大張 這個桌子很粗 樹頭也很粗對不對 如果你如果說有一天颱風或地震 這個桌子稍微歪對不對 它的桌子稍微歪 會腳稍微歪 但是上面可能會蓋比較大喔 會變成這樣啦 比如說桌子本來是這樣對不對 在那裡 你的腳稍微歪 你的上面可能是歪這樣 上面會比較歪 這個大術原理是什麼意思呢 那個桌子喔 哪像就是一個桌子啦 一個A級主管啦 這個樹幹喔 就是B級主管啦 這個樹枝C級主管 這個樹葉 很多樹葉 那就是員工嘛 成員嘛 你這個A腳桌子比較重要 譬如說你如果 稍微說一句話不對喔 你傳達到最上面的時候 就完全不一樣 譬如說齁 這個桌子這個A級主管說 欸 你名字都要來上課喔 這樣齁 按照有機會齁 成為一個幹部 現在他就把美級主管說齁 你傳達下去 好 現在美級主管齁 想想的 他就把C級主管說 欸 我跟你說齁 名字大家都去上課 都可以成為幹部 好 畢這通通可以成為幹部 那現在C級主管聽到就很高興 他就把D 就是這個樹葉成員工 欸 我跟你說齁 不一定就是這樣 你是聽到大意 你用你的意思說出來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在做一個傳達 都是一定有書面 他的正式 都一定有書面的傳達 不可以剛才克嘴 嘴的講法 那是補充可以 但是正式是不可以克嘴的 你就能夠了解說 人的時刻是不一樣喔 第一個人說這樣 一直到上面不一樣的人的時候 那話都變了 這是怎麼這樣 因為人的頭腦不一樣 譬如說我聽這句話跟你聽這句話 我們兩個說出來都不一樣 講和聽都不一樣喔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人的頭腦多可怕 它可以好也可以不好 這是 所以外面有很多在訓練 什麼潛能訓練啦 心靈訓練啦 什麼什麼訓練 一大堆 魔鬼訓練啦 那就是都在開發你的智慧 因為我們人生出來到現在 你的智慧可能用3%而已 用不到3%啦 你的IQ管的人 一般IQ用不到3% 你大部分的智慧都沒有在用 都是把它放著啦 所以現在開始你要 會效用你的智慧 要怎麼用呢 以處理事情為主啦 你今天你遇到什麼事情 你要怎麼處理 你開發你的潛能 說這個事情我要怎麼處理 如果你的處理是完滿的 你就學到一項啊 原來我這樣處理就是圓滿的 你一項一項處理的時候 到買了 你的脾氣不會起來了 因為你會覺得說 發脾氣要怎麼 反正就是把它處理完就好了 也沒需要可以發脾氣了 所以一個冷的假 如果你看 他在跟人家說話 不會說太久 也不會說太多話 你幫他報告事情 你也不用說太多 這就是說 聽話 聽重點就好了 不要說一大堆 熱熱等 你要認識一個就是說 跟人家說話 不要說很久 因為一個人的忍耐力有限 他沒辦法聽你這樣 說半點鐘 一點鐘 說一項事情 你就要把重點抓出來 重點什麼 好 我說了 如果他是領導者 他也知道你是要怎麼 你就不用說太多了 有可能你說一句話 他就知道什麼意思了 這就是說 你敢是那個領導者 就是不一樣在這裡 你如果請請要說熱熱等 說很長的 我勸你要訓練什麼呢 平常盡量不要說話 你一定要不要說話 不要一直說 因為你說越多 你的破綻越多 有的人 因為他很聰明 我這樣跟你騙 說一大堆 熱熱等 其實你如果真的有地匯的人 聽你頭前就知道你在做什麼 他後面不會跟你聽 所以最後是不要說了 如果 你如果是一個領導者的特質 我希望你要有愛心 躺好去幫助別人 你要主動把別人 人不足的地方 你要看他出來 去幫忙 這是真的一個領導者在做的 不是說 拜託我請你幫忙你做 他絕對不會這樣 一個真的領導者 他是主動幫你做的 他不是說等你開嘴 如果你要需要人的幫忙 你要大聲說出來 你不要抱歉 你不要說 這很簡單的事情我也不會 還要說 今天抱歉 你千萬不要 你如果是這樣 你永遠學不會 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 你今天你如果說你是政產的 你是開一個小商店 都沒關係 因為你還沒開發你的特質 你的頭腦你也沒開發 你什麼月都沒開發 所以有的人才會說 人生七十才開始 因為他的經驗已經有夠多了 到七十歲了 他終於體悟說 原來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不要等到七十歲了 不要等到七十歲才去體驗就是 我們就要為現在 我們就有那種七十歲的智慧 雖然說我們現在沒有到七十歲 我們就是有七十歲的智慧 你的人生就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在早期在做生理的時候 我很多情形處理跟人家說生理 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老闆 人家也不可能知道我是老闆 但是我都有辦法把事情處理完 這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領導者 你也不用光芒太肉 你光芒太肉 你的後面破壞會太多了 這就是看你是怎樣怎樣 所以就是說 你是一個領導者 你不用強調你很厲害 你自然就有光芒 你也可以處理事情 你不用說一直炫耀說你是怎樣又怎樣 那都不用 自然人就會看到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領導者 你就要了解 那麼多種人不一樣 你要做對一種人 你可以抓一個當表率 比如說你覺得張榮花 我很欣賞他的 他的做法是怎樣 你去了解 了解每一個成功做的 背後他是怎樣做的 自然你就是有那個特質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說的就是說 不要小看你自己 你們通宵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一個領導者 今天就是要開始培養你自己 你要跟你自己說這樣 最重要你就是要這樣說 你沒有人為你沒有什麼 今天讓我留差不多兩分鐘 讓大家問一問 看有要問什麼嗎 你覺得有什麼要問的都可以 因為我們時間要到了 今天的課 是很簡單 我沒有說到很高深 我最主要就是在說人的問題 你要怎樣把你 拜在這個重要的地位來看 要考你自己 私底下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們都可以找我討論 因為 很多專業知識 不一定就要在台下上來講 我們台下上講是時間有限 做成立方面 開公司方面 還是在處理這個事情方面 大家如果有什麼會可以找我討論 不然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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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